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眸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找我们三个频道 眸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下 有一个国家很L霸道 是什么国家呢?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回来政府 就提出一个限制航空公司票价的计划 原来它的理由就是 之前你们航空公司的票价升了七成 现在一定要限制你们的价格 不准价格 但是为什么七成呢? 事实上它是市价 它是有根有据 那么你们限制人可以吗? 那么航空公司就呼吁欧盟 围绕意大利政府的这种 他们叫霸道的行为 即是限制某些航班价格 希望呢 是 欧盟介入结果呢 意大利呢 就当欧盟是臭死但他中的 那么意大利 总力梅洛利 和这些欧洲巨企之间冲突呢 也都越来越深 因为之前呢 亦都是收捕利税嘛 除了出人意料感对银行征收捕利税之外呢 梅洛利的右翼政府 其实右翼政府不是应该 这些东西不理吗? 有得市场去搞的吗? 那么原来 他们上星期提出 对意大利本土 和西西里岛和萨丁岛之间的航班 是 实行价格上限计划 不可以再加价了 那么之前这些航线的价格 你们加了七成了 怎么可以再加呢? 这个也真是反映当世的能源贵 当然航空公司 对梅洛利的 这个 计划 是反映相当激烈 这个 是一次 不同尋常的 叫做限价措施 说梅洛利 那么 贸易组织 欧洲航空协会 就呼吁 欧盟 你快点叫意大利政府澄清 就说这种干预行为 影响了欧盟自由 以及 放松管制的航空 运输市场 航空业就说 我们非常担心 如果 这项法律真的被通过 他可能 开创一个先河 并且引发 骨牌效应 导致其他欧盟国家有样学样 不准加价 他们也说 你们 意大利对于我们限价措施 根本 是侵害了航空公司 的权利 现在我们 这么大竞争 我们 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定价 和提供服务 现在竞争很大 能源费用也很贵 意大利总理办公室 发了一份声明 根据意大利的计划 旅游旺季期间票价 被限制在平均价格 最多是两倍 即200% 而 可能影响价格的分析演算法的使用 亦都被限制 其实 你知道如果我们不断地浏览一些网站 其实网站自己是会将你的价格升上去 升上去的票价 大家都知道这个常识 欧洲最大的航空公司 瑞安航空就说 根据欧盟法律 意大利 回落来政府这个计划是非法的 你真是很霸道的 这样说他 这家 联航公司来的 瑞安航空大家知道 从长远来看 他们就说 这种干预 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 减少航班 和旅客的数量 从而 提高机票价格 或者他不开航线 如果你 不让他加价 他就不开航线 欧盟委员会 真的听了业界说 希望意大利方面澄清 并且 就说 价格 上限 很少是实现 把价格 压低的有效手段 不过你欧盟委员会 又是 自打嘴巴 之前 记得天然气 价格 是设置的上限 现在你就说这番话 其实就自相矛盾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 楊池 他就说 欧盟委员会 支援以符合 欧盟内部市场规则的 可承受价格 促进 互联互通 这些措施是很重要的 在欧盟高度成功和自由化的运输市场上 自由定价 的 可持续竞争 通常是 实现 可承受价格的最佳保证 即是一切交给市场 欧盟委员会也说 欧盟航空旅行市场的立法 允许 只有在特定情况下 才能够对 往返偏远地区的航班进行价格管制 这样确保 地域联通性和可负担性 当然他们就觉得意大利 就不是这种情况 欧盟委员会 昨天也说 他们评估所有 的一些可能性 并且 评估所採取的任何措施是否符合欧盟法律 意大利官方 就指责 这个欧盟 是 夸大了问题 并且表示政府确保意大利大陆 和倒序之间的价格 不会过度上涨 全世界都很正常 他们 也说 这些是符合欧盟的法律 航空公司长期以来一直认为 欧盟的天空自由化 是 增加了联通性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 通过竞争降低票价 令到旅客受益 但是 票价现在大幅上升 根据机场的估计 今年欧盟各大机场的票价 各界 国家的机票票价 就是账幅有三成 各个公司利用 大流行 之后 休闲旅游 当然是急性的 所以 他们就觉得大赚一笔 但是 当然我觉得暂时 你就没有证据说它是 违反任何竞争法规 所以你这样限价 我相信就比较薄弱了 你的理由就比较薄弱了 当然现在飞行的需求是 急剧反弹 出现了飞机短缺问题 还有就是航空 公司转价劳动力和燃料成本在消费者上 其实这东西亦无可奈何 要不如你限价 当然 意大利官方也说 冯德来恩 在9月份就会和航空公司代表 和 行业协会会面 而且意大利也会参加讨论 意大利其实 这个暴利税已经令到很多商家不满意 所以 他们现在也要做一些事 意大利副总理 塔亚尼 其实 他并不是 意大利执政联盟当中第一个反对这种 想法的成员 在 这个银行暴利税 公布一个星期之后 意大利副总理呼吁 降低政府征收银行暴利税 亦表明了 其实意大利右翼执政党内部 都是有巨大分歧 搞到他们 局势紧张 同时 这位 担任 外交部长 和意大利力量党党会的 安东尼奥塔亚尼 其实他也说 暴利税不应该适用于在一些较小银行 其实 这些有益应该是很奇怪 应该是 干涉市场比较多 想不到梅诺尼这么狼胎 不让人家加价 现在亦都是征收暴利税 看到 政府总理之间 原来都挺大差距 塔利亚就告诉 这个 《拿波里日报》 告诉他 他希望政府只是对 欧洲央行监管的大型 财款机构征收暴利税 他就说 我们要求的主要是 将那些 不在欧洲央行 监管之下的银行 排除在征税的范围 因为这样对他来说 实在太大负担了 这位外交部长兼副总理也表示 他还计划 支援意大利国家银行协会 提出的一项建议 这个建议 就要求 将暴利税 是可以减 或者有 机构 他就希望 下个月和银行代表举行一次 研讨会 讨论 货税 意大利 只有十几家 规模最大最复杂的银行 受到欧洲央行的直接规管 12家 分析师就说 较规模 规模比较小的银行 很难 在避免出现 金融稳定问题下 支付这笔报利税 即是说 我们自己也可能有金融不稳定 塔利亚 塔利亚 就是 想着和这项税收 划清界线 几巧 几好笑 正副总理之间 副总理和正总理 划清界线 和梅洛尼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也说 他对这项收税 对呀 我负存责又怎样 够僵 这位女子好惹 他就说 你想想 飞机票人给加价 现在对银行的征收 暴利税 但是商家佬会不会害怕 会不会有人撤资 他就说 这个 暴利税 将食用于 净利息收入 塔利亚 他虽然是切割 但他亦是出来逗一逗 他就说 我理解 梅洛尼总理的立场 但是我们意大利力量党 不会改变主意 我理解 我都不会跟你走一堆 上星期二 在梅洛尼执政联盟伙伴 右翼的联盟党领导人 亦是意大利基础设施部长 是叫做撒尔维尼 其实他 亦深意开了记者会 就宣布对银行征收暴利税之后 其实 这项措施引起了 金融市场的巨大冲击波 意大利银行股 在第二天 是 蒸发了100亿的欧罗 分析师和投资者 难以估计暴利税对银行造成的影响 银行业都在害怕 在股价受挫之后 意大利政府 就开始淡化这个措施 就说 征税金额 将 限制在银行总资产的 0.1%以内 根据政府和分析师目前的估计 这一次 在一次性正税 就可以筹期筹到多少 20亿欧罗 如果 按照 副总理先生 他也是 对付副总理 不过都挺礼貌的 这个正总理对付 副总理就和正总理的 这些措施切割都挺个人 如果按照 塔亚尼先生 副总理提议正是 收大银行 不收小银行的话 这个数字 将会是20亿欧罗的 很小很小的份额 其实副总理 并不是执政联盟当中 第一个反对 征暴利税的成员 意大利财政部长 乔以杰替 在暴利税公布之前曾经 否认征收报应税的可能性 不过后来也没办法 行业协会也表示 他们将会推动 这个措施进行实质的修改 但是行不行 这个措施需要在10月初之前 转化为法律 希望 阻止 在成立法律之前 议会 会进行细致的辩论 但是行不行 没人知道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